防火主席 威權太大 威權太大 管處人愛 珍愛社會的親愛鄉民 一夥在台台每逢都在辦公室門口 大聲發到抗議更好 主要就是當地基民王雅各兩代政組 大概六七十年的土地 台台透過法律所上想要收回去 在歡迎珍愛共濟這形式 鄉民團結作為抗議 希望修好原住民的傳統而已 因為這個是我們原住民傳統 李毅以前就是在這邊做 沒想到要不變正化變 才知道台大就開始來找麻煩了 不必命啊 怪獸啊 歡迎大動作準備 共濟體驗到地上末 家裡的老大人 看到警方如處大動作的長臉 是叫憲憲到哭了 老大人怕未來日子 不知道要好奇好獎 怎麼看到怪獸了 怎麼也看到那麼多不認識的人 包括警察也都來了 那是不是今天會有很大的一個變化 土地跟蹤那麼久了 現在都已經傳到第二代了 就是說是不是不能住在這裡了 那他心裡當然惶恐 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 這間土地政議 起源在梅峰大片的高山林区 民國八十二年 比為作成為台台梅峰農中土地 但是當地原住民 早就已經在這裡基礎 正做10至40年 創意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在這裡的土地收回 台台共町保護土地的歷程 竟然比學生正義 台台實在進步真相 我講過該國家就是國家 我一定會堅持這個 該你的我們覺得沒問題 我們必須依法行政 財政就是這樣子 沒有辦法 可是學校正在一個學術團體 依法行政意思是依法行政 可是跟社區之間的溝通 還是要盡量溝通 你們不能說 我們沒有溝通就沒有這一張了 如果沒有空的話 今天也不會有這種殘念 所以我們學生的立場 就覺得說 我們看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願意下來幫忙 台台雖後跟控制人士 進行民隊民的協調 經過每方都在清洗 台台後方以後 當他暫時停止貼固行動 土地正義 留在野地處有地坑人士 直接跟台台後方協調 研究什麼方法 都可以接受的改革方法 接著我請教採訪報道